我是全台唯一搞笑女子团体的团长 我女性主义你懂不懂啊 我要感受生命的流动好不好啊 那种感觉啊 温柔盛程你有听过吗 我不要打无痛 然后刚开始震痛了之后 我就说拜托我要打无痛 他就说可是你刚刚不是说 我说我知道我讲了什么 可是我要打无痛 在后面前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要打无痛 他就说好如果你想要打无痛的话 那这样好了 你必须要开到四公分你才能打无痛 那等一下如果你有想要大便的感觉的时候 你请老公过来跟我们说一声 然后我们就来准备打无痛 接下来的每一次震痛 我都大喊 黄小胖脱口秀专场 胖十年 胖下去 我做脱口秀演员呢 因为我是用生命在风陷 在这个搞笑的事业上面的 所以我随时都在想 这是个笑话吗 我随时随地做任何事情 我都想这是个笑话吗 我在投票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这是个笑话吗 这是个笑话 竟然有小朋友懂这个笑点 你还没有投票权吧 来聊聊生产好了 有些人形容生产的痛是被卡车碾过 砰 或者是说保龄球在屁股要爆开啦 我形容这种痛是没有尊严的 当然保龄球在屁股要爆开也是一种没有尊严的事情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痛 我是一个很怕痛的人 我每次看电影里面出现那种枪战啊 砰 砰砰 这个时候主角还会说 你先走 这里我打住 我很难想象耶 我连打针的时候都会觉得 你要打针了吗 你打了 我是这样很怕痛的一个人 所以在那一天 我生产的那一天 凌晨两点要破水了 我就摇一摇我的弦神 然后就跳起来打针 然后赶快把我送进去医院 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凌晨两三点 我还没有震痛的感觉 我就只有破水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护士就问我说 请问你要打针吗 我就跟她说 我是全台唯一搞笑女子团体的团长 我女性主义你懂不懂啊 我要感受生命的流动好不好啊 那种感觉啊 温柔盛程你有听过吗 我不要打针 然后刚开始阵痛了之后 我就说拜托我要打针 她说可是你刚刚不是说 我说我知道我讲了什么 可是我要打针 在后面前人是没有钻眼的 我要打针 她就说好 如果你想要打针的话 那这样好了 你必须要开到四公分 你才能打针 那等一下 如果你有想要大便的感觉的时候 你请老公过来跟我们说一声 然后我们就来准备打针 接下来的每一次阵痛 我都大喊 想要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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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产妇是 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我这边是 想要大便 想要大便 你知道吗 我是练家子脱口秀演员 我声音很大声的 我可以用叫的把它叫过来 但我现在走过去太慢了 你知道吗 我可以 想要大便 所以在產房別人家的產婦都是 啊啊啊啊啊 結果我在那邊想要大便 想要大便 所以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整個醫院圍盪著想要大便 想要大便 在紅樓有這種回答的聲音蠻恐怖的啊 好好好 可以了可以了 哎呦 終於護士小姐她聽到了 她甘願走上來了 她走上來一看到我 然後就看看我 嗯 你開八指囉 不能打五通囉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跟我說想要大便的時候就可以找你 現在我要喝自己倒了 我沒有想要自己倒便啊 我要你幫我倒啊 當然我就後來是很順利的生產了 那我很順利的生產之後 我感覺到整個醫院的人傳出一個OS說 欸她終於大出來了 之後我回診 兩三個月後總是要回診的 回診的時候 我就找到了醫院 看到一個女士 我看我不認識她 但是她對我一直點頭致意 嗯 我想說等一下我不認識她 為什麼她一直跟我這樣子 然後我先生在旁邊說 啊那就是你隔壁的產婦啦 我想說等一下 我再忙她也再忙欸 她在那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想知道那個想要大便的女的長怎樣了 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畫面一直硬繞在她腦海裡 所以在回診三四個月後看到我就是 你就那個想要大便的女的 那我剛剛是不是說 我隨時都在想這是不是一個笑話 隨時 所以我的確在那個大喊上 我就跟她有想要大便的中間有一刻想說 嗯 這是一個笑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要大便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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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